下輩 拿走 一下車就遭 城抗民眾圍堵 公視報被人強力拉扯 演技都推歪了 機關署署長周志浩 手臂變成人肉拔河神 被反年改民眾強拉懲罰 十多名員警逐城人牆 強勢隔絕民眾卻仍被 找到縫隙 伸手抓人 推擠太過激烈 還導致兩名員警往後摔 跌撞到一旁的摩托車 承抗環體集結在立院周圍堵人 行動代號 黑頭車 只要聽到大家立刻暴走 包夾官員或立委 外衛員警橫向人牆隔離 內衛員警圍成一圈貼身護衛 民進黨立委邱憶營不淡 毫不擔心還一臉不屑 朝反年改民眾比了大拇指 往下倒的挑釁手勢 一臉比了兩次互相校正 我都很擔心 丟臉 有這種退伍軍人 這是中華民國的恥辱 丟臉 不只人力補強 有了差點被突圍的前車之箭 立法院大門為安再升級 首度在院內擺上 柳次巨馬呈現某字形 完全封死 反年改的無差別攻擊 也讓警方疲於奔命 城抗拿不下立院 卻將人人都當成目標 介紹聯播創 張宇軒 S1小組才報導